最近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备战巴黎奥运会 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包括龚翔宇这些主力球员都表示 希望可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如此一来 无疑要求中国女排必须努力取得佳绩 争取打击四强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夺得奖牌 然而就在最近 塞尔维亚女排主教练在公布名单之后 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采访 却特别提到了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问题 她并不看好中国女排 反倒看好另外四个球队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据媒体人透露 最近塞尔维亚女排主教练 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采访 谈到了接下来巴黎奥运会的征战问题 在塞尔维亚女排主教练看来 这是巴黎奥运会有机会争夺奖牌 进入四强的球队 分别是土耳其女排 塞尔维亚女排 巴西女排 以及意大利女排 对比之下 她认为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 恐怕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塞尔维亚女排主教练认为 中国女排的实力 已经不像前些年那么强大 而美国女排 伴随着一些主力队员 离开球队之后 她们的水平也比不上以前 所以她认为 这两个球队并不能够 在巴黎奥运会夺得奖牌 如此看来 中国女排很明显不被外界看好 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相信她们看到这个报道之后 也会背上不少的压力 从目前来看 塞尔维亚女排主教练说的话 其实是比较客观的 她并没有刻意贬低中国女排 因为说实话 从这几年的比赛来看 中国女排的表现确实没有稳定 甚至一个冠军也拿不到 2022年 中国女排虽然夺得了 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 但是在之后的奥运资格赛上 中国女排再度领先的情况下 却暴冷溃败 丢掉了直通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而回顾前段时间的 世界女排联赛表现 中国女排在前面两周的比赛表现 也并不稳定 一直到了香港站的比赛 中国女排才稍微有了一些起色 所以说实话 虽然很多球迷 看到中国女排的水平出现倒退 但是从这个奥运周期的表现来看 中国女排确实不具备冠军像 想要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难度也是比较高的 毕竟像巴西女排 和意大利女排这些球队 他们虽然也会偶尔爆冷输掉比赛 但是在关键的大赛上面 他们从来不会出现意外 考虑到中国女排表现起起伏伏 恐怕很难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奇迹 当然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也没有必要太过伤心 毕竟一个球队起起伏伏 有高峰有低谷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来说 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在奥运会夺得金牌 而是要考虑到接班人培养的问题 做好未来几届奥运会的人才选拔工作 这才是最重要的